您知道什麼是低碳飲食嗎 就是盡可能的使用當地跟當季的食材 還有選擇包裝僅僅比較少加工的食品 當然這些都是為了要減少碳的排放量 為了要培養孩童低碳飲食的觀念 中立市公所就跟萬能科技大學 舉辦了一場低碳蔬食PK賽 獲勝的料理還會集結成為食譜 桃園縣中立市公所與萬能科技大學 23號舉辦低碳蔬食PK賽 料理達人阿基斯也是評審之一 他說料理除了要注重低碳與創意外 最重要的還是得回歸營養與健康 學校跟一些協力廠商互動之間 由於一些有限的條件限制 難免在營養上面會有些失衡 難免會有些失衡 參賽的大專和高中職學生 無不卯足全力設計創意料理 中立市長魯明哲說 勝出的料理將會結合成一本低碳食譜 推廣低碳飲食 這些不管大專的餐飲科 或者高職的餐飲科 透過的創意不是為了比賽而比賽 所有的創意優勝的菜單 未來我們會做成一個 我們所有國小營養午餐的食譜 能夠食物上給小朋友吃到 低碳營養的一個蔬食 入選的12組作品除了頒獎表揚外 並硬製成低碳食譜 將菜肴食譜公開轉移技術至各地國中小學 推廣校園健康飲食 聯合報劉愛生桃園報導 請教授